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並晚安教學院 我是Tim 在接下來的影片裡面 我們會針對FINALCODE的特點 一一的做說明 讓使用者能夠清楚的了解 FINALCODE對於企業檔案保護的重要性 那麼在今天的影片裡面 我們會針對單一的檔案 一個受FINALCODE保護的檔案 我們可以設定多重不同的保護原則 也就是說你可以針對這一個檔案 你可能要傳給三個不同的使用者 我希望三個使用者 他們存取的限制都不同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去做設定 那麼在設定之前 我們來看看一個實際的案例 這個案例是我今天我身為一個檔案擁有者 但是我必須要把這個檔案 傳給A跟B 但是A跟B他們本身是不同部門的人 所以我不能讓他們兩個擁有相同的權限 所以我在這個時候我使用FINALCODE進行保護 並且我針對A跟B賦予不同的權限 所以我將這個檔案丟到雲端裡面 讓A跟B可以去進行下載 而A他載下這個檔案之後 他可以閱讀 可以列印是OK的 這是因為我當時賦予給他的權限 是讓他可以做這些事情 但是B就不一樣了 B他下載下同一個檔案 但是這個檔案他本身被賦予的權限是 他可以閱讀 但是他不能列印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以為他的印表機壞掉了 所以他這個時候 將這個檔案透過USB的方式 傳給了一個不同部門的C 而這個C 在我當初設定的清單裡面 並沒有他的授權紀錄 所以C當他開啟這個檔案的時候 等頭是一個未經認可的使用者 所以他的檔案在當下 FinalCode將會自動的 將他的檔案進行遠端的刪除 而C開啟檔案的這個動作發生的時候 FinalCode也會在第一時間 寄送一個通知的電子郵件 給身為我 也就是檔案擁有者 讓我在第一時間能夠知道 這個檔案已經被一個未經認可的使用者 去開啟了這個檔案 並且我都可以在即時的透過管理界面 去查看這個檔案現在的動向 所以當我們今天要設定 單一檔案有不同的原則設定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設定 在螢幕上面可以看到 再熟悉不過了 FinalCode可愛設定頁面 我們針對這個檔案 其實本身已經設定好不同的原則 那你今天如果想要針對這個檔案 去新增一個不同的原則的話 你可以在中間的加號點擊下去 並且你可以看到在上方 其實已經有 針對這個檔案 有三個不同的原則設定了 那你依舊可以點擊加號 去新增第四個 第五個 那你新增完了這些原則之後 它就如同我們一般保護分或Client一樣 它的原則必須要在針對檔案存取的使用者 檔案的生命周期 以及檔案的操作動作去做個別的設定 所以我們都可以從清單上面 看到我們今天針對這個檔案 所設定不同原則的部分 分別是三個不同的使用者 他們的生命周期也有所限制 甚至是他們的操作動作也會不一樣 所以當我們確定完他們的設定之後 我們可以點擊OK 並且套用我們所設定的原則 所以當使用者 三個不同的使用者 他拿到同一個檔案之後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 分別是由三個不同的使用者 他依據我們所設定的原則 有不同的介面 會去看到有所差別 今天你看到從最左邊到最右邊 他們不只生命周期會有所差異之外 他們能夠操作動作 這些權限的設定 也會有所的不同 甚至是你可以看到今天 中間這個使用者 他基本上他是 權限什麼樣的權限都沒有 他只能做閱讀 而最右邊的使用者 雖然他基本他的權限也有所限制 但是他可以去做列印 而最左邊這位使用者 他的介面跟大家有所不一樣 甚至是他還多了一些東西 這是因為 當他開啟這個檔案的時候 他可能是檔案的擁有者 或者是檔案的管理員 所以當他開啟這個檔案之後 他下面會出現一些 可以做一些細微的調整 甚至是他可以從上面直接點擊 去查看存取的紀錄 或者是他可以改變這些原則的設定等等的 甚至他可以轉換成原始檔案這些設定 那這是因為 他們存取的角色的不同 也會有所差異 所以今天你在使用 Final Code 去針對單一檔案的設定 多重不同的原則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 Final Code Client 介面上面 在第一次保護檔案的時候就去設定好 甚至是你可以透過我們的管理介面 因為我們的管理介面可以做遠端原則的修改 所以你可以通過我們的管理介面 即便今天這個檔案已經外傳出去 已經寄出去了 已經讓使用者拿到 你都可以從管理介面裡面去做原則修改 甚至可以針對這個單一檔案去新增 不同的原則設定給不同的使用者 在管理介面上面都可以輕鬆的做到 所以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你可以透過上面的方式 與我們聯繫 或者是你可以在影片下方 留下你的問題 我們都會有專人為你講解喔 很感謝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相信大家對 Final Code 已經了解了不少了吧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了點擊下面的訂閱按鈕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將不定時的推出全新的影片 也別忘了把右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就這樣我們下次見 掰